美国食物物价到底如何 现在我这边时间是下午的五点钟 该去吃饭了 然后在客厅里面我看到一个韩国小哥 他吃了一个炸鸡 一大盒炸鸡腿才五美金 看着还不错 算一算时间我已经有 二十几个小时没有吃肉了 该吃肉了 那我就去 他给我说的那个地方我去转一下 我看我也能不能也去搞那么一盒鸡腿回来 还有就是哇 这摩托还帅啊 关于倒时差 我终于知道倒时差 最困难的是什么了 白天你会感觉非常非常的困 因为在这边的白天就是国内的晚上嘛 这个时候按道理来说你就应该是在睡觉了 所以倒时差的关键就是 白天无论你有多么困 千万不能睡觉 我今天下午的时候我就感觉我好困 好困好困 但是我就一直强迫自己在那里剪视频 今天下午我都剪了两集视频了 一直撑到五点钟 本来也是在剪视频的 但是最后疲惫没有打败我 饥饿把我给打败了 我出来早点吃的 楼上记真的好冷啊 我穿一个短袖的T恤 再加一个短裤 确实有点扛不住 但是我的长裤好像都在箱子里面 箱子的话我给那个大哥给我带走了 他放家里面去了 长裤子好像暂时还换不了 我的背包里面我记得有一件冲锋衣 反正确实有点冷 然后这边的话 我感觉自然也还行啊 这个街区的话 应该就是韩国街了 这边自然看上去应该还行 但是晚上的话最好 最好还是不要出来了 昨天比较浪啊 昨天12点了我还出来 今天晚上我就不准备出来了 今天晚上我准备剪剪视频 然后吃一顿饱饭 然后今天早点睡 再洗个澡 不远啊 走了五分钟就到了 他给我说的是这个地方 进去看一下 把这边的寿司只要五块钱 沙拉什么的都比较贵啊 这个面包13 找到了五块钱的炸鸡 这边都是有鸡腿 然后有鸡反正五刀六刀 哎呀能吃这么多肉还是可以 这一盒鸡11块 然后剪下来只要六块钱 我拿这么一大盒吧 正好明天还可以吃一下 放冰箱里面 像这些小面包小蛋糕 两刀一个 新鲜的猪排差不多三块是10刀 11刀的样子 这些香肠就是六刀七刀 牛排六刀 然后这些乱七八糟的 哇什么三刀的也有 这不是三刀 这是25刀 他只是说给你打三刀的折 这颗好像是内眼牛排 25刀 这些牛肉的话 18刀 9刀一磅 鸡肉还行啊 这么大一盒鸡腿 10刀 好像打完折了吧 打完折的话才6刀多 可惜啊 我的锅具啊都被海关给我扣下来 要不然的话高低我得整一点鸡肉来吃 1.4升的油 4刀 像这种2升的1.89升的4刀 4刀3刀5刀的都有 兄弟们重要的鸡蛋来了啊 12个鸡蛋4刀 人民币的话2块多一个 找到女神了 一个女神是4.5刀 正江香醋9.5刀 这种桶装的泡面2.7刀 3刀 小一点的就是1.5刀 这里有自作买单的 7块钱的面 6块钱的鸡肉 这个因为没有会员卡 所以没有打准啊 System Processing Swipe or Insert Card and Follow Inscription on PINCAD Remember to Take Your Receipt 妹妹没有打到折啊 没有会员卡 好了就这搞定了 这个城市还蛮大的 然后我只是大概看了一下物价 总结一下就是什么 就如果你是赚美元的 那你来这边消费的话就感觉很便宜 就如果你是赚其他货币的 然后你来这个地方消费的话 你会感觉还是稍微有一点贵啊 在美国的话 不管是衣食住行都是这样 关于美国的物价 如果你们想知道更多的一些信息啊 我下次可以专门去超市 给你们拍点比较详细的一些价格 如果感兴趣的话 评论区可以留下言啊 人多的话 下次给你们拍的再详细一点 像住妻女 他有一个好处就是 他们有厨房 可以在厨房里面自己做饭 我这五包泡面 这几天混一混吃一吃 也够了 明天的话来买点 肉啊什么的 这里又是不知道谁的豪宅 在树下面搭一个帐篷 相当可以啊 大哥来接我了 这个车给我看到吓一跳 又高又大 正儿八经的美式大皮卡呀 这个是普通车的 1.5倍这么宽了感觉 或者1.2倍1.3倍 这是那个稻齐公羊吗 稻齐公羊 它是后座是8 8D英尺的最大的 后座 这是后箱啊 后箱啊 因为后箱一般都是6 6英尺 6 这是8 最过分的时候 它这个后轮啊 后轮还是四个轮胎的 你自己改的身高 这是身高的 这个车你落地多少钱 这个12万 加上身高2万 14万 差不多 哇 这个太帅了 朋友 虫飞的 给你们看一下这个车有多高 看到没有 我的这个人还没有这个车高 哈哈 我的人只在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太夸张了 这轮胎是多少寸的 37.250 哈哈 37的轮胎太夸张了 哦 好 看一下正面啊 这车头太霸气了 哇 天 梦中新车啊 太夸张了 放了电动踏板 这个是3500 就是3.5升呗 不是 3500是什么意思 到其实有1500 2500 3500 嗯 这个是可以拖那个5V 就是五轮 这个可以拖货柜 可以拖货柜 对 最大的 太夸张了 这个车是汽油还是 柴油的 柴油不行 油耗是多少呢 1 gallon 14麦到15麦 这个还可以的 不是很费用 没听懂 百公里油耗多少升啊 百公里啊 一加轮 22 23公里 一加轮 一加轮是多少升 一加轮3.75升 就是差不多20多公里 一加轮 你可以这么讲 因为他们有很多人会升 然后我再乘一个5就行的嘛 乘一个5 3.7乘以5 5735315 就是百公里油耗差不多十七八升的样子嘛 差不多 嗯 差不多 我爹是坐这么霸道的车 我喜欢大车 我也喜欢夜夜 这条车道可能还没你的车宽吧 正好 正好 这是正标准的 但是你开还必须在中间 要的话 就会碰到脸面 唐古城其实很多 实在是白天吃吃烤肉就不好 我令你去喝茶 因为我以前看你视频 后来一看 这哥们来美国了 正好我还嫌 因为我这两天正好嫌 我说哎 我可能叫他一起来吃个饭什么的 因为你这个车啊 开着也无所谓 但是有一个问题 你是这么排的 可能他要叫停你 对 基本很大概率 对对他会问你 你怎么来的 但你只要有通关那些手续啊 我感觉就没问题 都正常手续 肯定第一次 我都第一次听过 你想呀 上海海关他们都是第一次 你这个东西一定是第一次的 不是第一次他没有经过 因为我记得以前有中国的车开过来 但是他们可能从南美 从欧洲过来 我感觉是有有几个到到阿拉斯加里面去 嗯 有过中国拍照车过来 但是电车可能像你电邮电混合可能一定是第一个 其实你在这个地方你在这住 挺 不是很安全一个地方 啊这里还不安全啊 这个地方韩国城啊 你那个位置都是 不是很安全的 啊 这个这个不行 我觉得这个挺安全的 不不行 这路上级可能第二乱的地方 第二 什么叫第二乱 就是第二级别的 第二级别的地方 嗯 第一级别还是Downtown里面 如果我吃完饭我领你转一转 我从那个好莱坞过来 我看这边房子啊什么的 都挺好的 那不行 这最差的吧 韩国城他们韩国人也不在那里住 嗯 那都是商业在那边 我看那边都是些高楼大厦 我看这高楼大厦 你像你住那个威尔舍那条街啊 嗯 那条街是很有名的 但是得分段 这搞不清楚 啊这个第一次来怎么搞清楚这么多 第一天是住好莱坞那边 然后那边房子 第二天就没了 就换到这里来了 啊 你的车是在Long Beach出来啊 对 他说哪天能给你轻出来啊 他说这周 那周几的话也不知道 那都没人知道 美国的事情 你的视差没开始呢 你三天以后 三天以后才开始啊 对 刚开始的两三天比较兴奋 那个视差基本没感觉啊 感觉好像在中国 过了三四天以后 你到下午的时候 四五点钟就开来了 我还说我视差倒过来 没什么感觉 你现在什么感觉 现在没倒过来 快的话一周 不快的话两周 那谁也跑过来 很少人能跑过去 我还没听过谁说 这个视差 能倒过来 这是洛杉矶市东西 这边是第一乱的呗 美国炸车的情况多不多 我是没碰到 也有 但是相对来说 我感觉很少 你的车是停在路边的情况多吗 很少 很少 基本上停停车场和车库 只有这种地方啊 它是停到路边 剩下期 美国其实很大的 慢慢你看着很大 它都是停到停车场 停车场的话 一般都没有 反正我们 我身边的人没有被找过 但是你要是进入城市 市中心 像San Francisco那边呢 有几个城市比较 比较麻烦 对一点应该也没问题 不会像意大利那样 因为意大利我也很熟 我刚刚开完意大利 那边就比较危险 被砸了吗 我没被砸 因为我是德国车牌 所以它砸的机率比较小 你要中国车牌 你看中国多少个开都被砸 反正我在意大利就被砸了 对因为你开的是中国车牌吧 对 那它一定砸你 但是我砸了 它没偷我什么东西 那是没来得及偷吗 还是没找到东西 没找到 它可能想找现金 但是没找到现金